室內擺起攤販 還設有多個內用桌 吃點心 聊聊天 度過輕鬆時光 但是這裡可不是一般的建築 這是台中有90年歷史的第四市場 經過市府斥資5000萬進行混化 並且引進民間資源及創意活力 這邊被打造成青年創業 與文化合併的景點 年久失修的建築體經過改善 煥然一新 市長好 市長也親自到場 頁收成果 也一起鼓勵載低青年繼續發展 這個地方會是台中市 現在最熱門的打卡景點 為什麼呢 第一個它是一個歷史的古蹟 具有文化的意義 也是我們大台中市 很多民眾共同的記憶 第二個它本身也是清創 青年創業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歷史建築與青春創意 碰撞初心氣息 市府期望能提升在地觀光業績 讓更多民眾認識這裡 TVBS新聞蘇泰將軍廖帆一台中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